如果要用地價徵收的方式 還有到府內查估的話 那跟我們的一瓶換一瓶的 有沒有差別很大 有沒有差別的 因為他到現在的話 如果府內查估的話 價錢跟以後蓋好的價錢有沒有差別 一定差別很大 那時候到時候他是 可不可以現在我們一千萬 到時候兩千萬的話 你一千萬要不要補貼進去 那瓶數啦 大家有沒有還沒有了解到 這個我們跟我們一千 一瓶是一瓶 一瓶換一瓶負財 結果現在今天他講這個 要是你查估用架構的方式 來跟我們 到時候到時候跟我們蓋好的價差 有差很多嗎 這個又有一線景 請大家注意一下 還有一個 我們有些 有這個連署的話 有還是在一起 一瓶換一瓶負財 一個次負的 已經有連署 三十幾個 那如果你們願意 讓他試內查估 用架構的方式 來跟他對負責的話 看你們願意不願意 但是我們還是有條件 請大家 然後讓大家自己來選這個方式 謝謝 謝謝 在這個下大雨的時間 也是歡迎各位鄉親來參加我們這個說明會 公聽會 那剛剛政理長提到的部分 我稍微再做個說明一下 大概未來就是說 我們大概在十二月份 如果召開架構協議會的話 大概會有三個部分 會讓各位地主充分的了解 第二就是說 我們依照目前的法令的規定 進行釋價的查估 大概每一戶 大概土地的價值多少 價格多少 大概都會給各位地主了解 就是說 每個地主他土地的一個金額 然後地上屋的金額 就是說不管你參不參加開發 這地上屋的這個補償費 都是各位地主 一定是可以 屋主都可以領走的 那所以說這個部分的話 也是希望各位 地主還有屋主 配合我們進行這個地上屋的查估 那再來就是說 就是說到底是不是可以 試鏈一瓶換一瓶 還有加上一個停車位 當然我們也是 里長既然在記起這個連數的話 那就是說也是尊重 里長的這個連數的作業 那大概我們 大概也會請一些專業的顧問來做評估 大概我們儘量就是說 在年底的協議會的時候 也能夠讓每個地主 充分的了解就是說 到時候 試駕查庫出來以後 到時候到底是一瓶可以換多少 但年底的時候會充分的讓 各位地主了解大概這個部分 大概我現在緊要的回覆一下 各位長官好 很感謝捷運局 就是現階段的一些努力 我也很感謝我們政理長的 對我們整個里民的一些權益 做一些保障 所以這裡我還是先 重申一下政理長的訴求 大概就是至少一瓶換一瓶 再加一個車位 那另外就是 如果整個年開 開始進行規劃的時候 這個部分我可能有一些意見 可能要請捷運局這邊考慮一下 就是捷運轉程的設施 就包含所有的車種 及捷運機電設施 不應該納到連開的地下室內 因為我們北側大概還有一個 廣執國外院可供利用 所以那個部分 我們是希望說把一些 如果是捷運設施 跟機電設施 不納入連開地下室的話 可以減少整個地下室的開發程度 那對整個地主的一些權益 可能會有所保障 那另外一點就是 目前各住戶的居住面積 捷運局應該予以保障 也就是說如果 連開分圍的居住面積 不足現在的一些面積的時候 應該同意住戶以 房屋補償費的單位造價 回購不足的面積 這個意思是說 我們是你們就是捷運局公家 是用房屋補償費的單位造價給我們 可是我們可能買不回 新建房子的一個造價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是希望說 應該同意我們住戶 以房屋補償費的單位造價 回購不足的面積 來滿足居住的需求 這個部分可能要請捷運局 再做適當的考量 那另外因為簡報上面 我有看到一個說 用地的替代性 其實R03站 北側還有廣時的用地 是可以替代作為出入口的 這部分可能跟 簡報上面的一個說明 可能有一點不太一致 這個可能請考量 謝謝 大概有三個部分 第一個說 轉秤停車位 以及機械設施不納入連開基地 這個裡面 那我再想說 當然以往的做法都是有納進去 那這部分是不是可以 可以 開發處怎麼說明 還是回去用書面跟說明 要不要現場回答 那我請問我們那個開發處的副總 跟各位地主大概說明一下 就是說 事實上我們連開的那個 解音設施的部分 它雖然是在連開大樓裡面 但是它不納入容積計算 不但不納入容積 你容納的這個解音設施以後 你還可以因為你容納解音設施 你可以增加你的容積 所以這個是等於是 對整個大樓是有幫助的 對地主是有幫助的 那至於說 轉秤停車場的部分 我們了解是 這個基地是沒有設置轉秤停車場 但是相關的解音設施 會配置進去 沒有大概剛剛提到的 第三個部分 有關 我是沒有聽得清楚 就是說希望出入口 不要擺在這個基地 因為我剛剛聽到出入口 因為這個地方 一般來講 連開基地放出入口 應該會增加整塊基地的一個 帶來一些旅客等等這些東西 應該是對整個大樓是有 正面的一個效果 對整個地方 應該說 你們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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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都市计划已经做了变更 已经变更完成 所以就是有不得替代性 但是我的意见是说 因为他每次还有保持国外院的用地是可以替代的 所以这个跟你在检报上面的资料是有点不太一样 叙述上面不太一样 因为你的标题是是否可替代 是否有土地可替代 所以这个是我是认为不太一样 跟你的检报的说明是不太一样 那我们回去再把这检报 可能有一些逻辑不同的地方 我们再来 每次也有 两次都有 对啊 一般来讲就是说 因为所谓的连开基地化为连开基地 他的目的就是说最起码一定会有放一些出入口的设施 要不然的话 如果没有结局的相关设施的话 这地方好像就没有开发的目的 我想的 我可以说单一输入也可以 没有所谓的 当然就是说万一 万一可能这个基地有变数的话 我只想说万一 那当然对面的广城博爱院 他现在也有 未来也是会有出入口 甚至通风景相关设施都会有 那再来另外一个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希望就是说这个居住的面积 万一是说未来 如果说没办法 一瓶换回一瓶的话 是不是用到 这个征收补厂的这个单价 来买回 那当然目前没有这个机制 可是我们会列入个议题 大概会后 我们大概会用书面的 就这部分来做回答 那也是谢谢 贵姓 刘先生 谢谢姓 不晓得各位地主 还有没有什么样的意见 甚至于就是说 上次提到 就是说也关于那个 通风景的部分 会不会 有没有什么样的意见 没关系 可以再提出来 我们等会去可以再做研究 主席还有在场所有的展观 以及我们的政领党 还有所有的住户 大家晚安 因为我上次没有来开会 那我觉得 在政领党之前 我没有开过几次位 他说一瓶欢一瓶 那时候就很多人就说 最基本 这是最基本的 然后还有一个车位 我就副意啦 然后接下来就是 因为本身 我在这个里面就是 幼稚园做了三集 那未来你们一做 我们老师都要失业 我的孩子都要面临到哪去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希望说 这边你要开化之前 什么时间点 可以通知我们去做这个 然后补偿的方式怎么补偿 所以就是 尤其立案的东西 我们幼稚园有立案 立案这么久了 你要动摇 其实是不容易 所以我不知道 怎么样的方式 可以跟我们结合 然后未来变成一个新的 都市的幼稚园 因为可能幼稚园的这种 可能情况比较特殊 那如果说方便的话 因为我们未来会进行 所谓的地上屋的查顾 那可不可以把我们留个资料 我们 因为很多情况可能 不是说在这个地方 也不能算是通案 因为两个地方 跟一般的住家不一样 那我们黄雲工程在这边 那是不是留个资料 我们也可以就是说 就针对你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到 就是说 被幼稚园这边 跟你们做个说明 甚至就是说 未来的可能有些 什么样的营业补助等等 我们这样子详细的去做说明 因为可能 每个情况不一样 那我们要了解就是说 这个幼稚园目前的 运作状况 那如果说方便的话 我们可以 留个资料 我们 另外约个时间 我们把一些 地上屋等等 相互规定 到幼稚园这边 跟老师做个说明 再补充一下 因为 这个我们 南侧基地的话 对一个通风景的话 确实 对我们的 开发的话 确实有 差别很大 所以说 我建议 这个通风景 在广池北侧的话 广池原区 基地这么大 为什么 不移到那边去呢 增加我们的 会不会增加我们的 融机嘛 对不对 他们的融机太多了 所以说 请监狱吉老 那个 争取到 多出门 给我们的融机 反应到我们 这个南侧的基地来 好让我们 多一次 多一次 跑上 平时会多一些 价格会 当然是会 好一些 所以说 请监狱吉老 那个 这个通风景的话 是 建议 你收到北兽 那个 法治的原区那边 他土地这么大 的话 你可以 遇到那边 你多 多两个 也无所谓 那通风景啦 这个 征收的方式 但是 你土地征收的话 你流通的话 也是要向大家讲 因为下次你说 要土地征收 那些 还有补偿的 到时候 你还没有 那种 还没有讲 什么时候 要开始说 让大家知道 要达到 如果征收的话 你那个 所有钱 要同意我的话 要达到百分 多少的话 你才可以征收 这样子 继续再 跟您讲一下 待会就帮我们 打到那个 捷运土地开发流程的 那个 解放 那 有关于 刚刚里长提到 就是说通风景 移到那个 对面的那个 广池圆区那边 那我想说 我们今天 一定会再做一个 书面的记录 大概就是说 因为 目前广池圆区里面 目前 按照规划 是有 也有通风景 也有那个 出入口 那如果说 我们去评估看看 就是说 有没有可能 就说整个 移到那边去 那这里要尽量不设 这个通风景 那我们会做个 书面的一个 回复 那再来就是说 有关于 土地征收的流程 大概这个都市计划部分 也已经通过 已经发布 大概都市计划部分 已经发布实施了 那大概 未来就是说 进行这个所谓的 市价限的这个过程 大概我刚提到就是说 应该会在 今年底 或106年初 会召开这个 协议架构这个程序 那这个 协议架构 程序大概有分这几种 第一个就是 依照土开的优惠办法 大概也有分两类 第一个就是说 不领取协议架构的土地款 那刚刚我提到说 地上户的钱 不管各位选择哪一种 地上户的钱都是各位 地主或屋主一定是可以领走的 然后土地的部分 可以分 第一个就是说 参加联合开发 不领取土地的价款 那未来就是说 用各位的 原来的土地的那个 全职 可以去抵付 就是说未来开发后的 那个 连开的那个房地产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也可以先领取土地的价款 然后保留未来 连开以后的优先 承出及承购的这个权利 就是说到时候就是说 第一类的选完以后 剩下部分的话就是说 有领取土地的价款 然后有签约的这个部分 来未来的可以 优先来承租或承购 那第三个部分就是说 各位可能会认为 就是说我们的市价查雇的一个 金额可能 感觉到 有可能会满意 那如果满意的话 可以就是说 可以直接跟我们 采取用签约的方式 就是类似民间的那个买卖 签订买卖契约书 就直接把地 跟地上就直接卖给我们 台北市政府 那或者是说 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那也可能选择就是说 未来就是说 用土地征重补充办法的规定 采取征重的方式来处理 那这个部分大概 会在今年底或明年初 大概召开这个价格的协议会 那召开会议以后 大概更会 会拿到所谓的土地跟建物的价款 还有就是说未来 参加开发 就是说可能的分配的比率 那大概我们会 这个给各位就是说 大概两个月的一个考虑的时间 就是说在这两个月的期间 就说大概选择 大概这四类的哪几类 那我们会收集各位的意愿 收集完以后 如果说参加开发的 就继续会朝着 开发的一个流程去走下去 就等于说 后面等等这个开发流程 那如果说选择 跟我们买卖的话 我们马上会签订一个买卖的契约 就是 直接类似民间 就是说买卖的移转登记 那最后如果走征收的话 大概会在 明年的大概六七月左右 会把 征收部分爆出去 那以这个基地来讲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并没有预设立场 就是说有多少个不参加开发 然后就不进行开发 没有预设比例 那只是说以这个基地来讲的话 因为 所谓的结议设施并没有布满整个基地 所以说未来可能采取征收的可行性 我们内部评估是不大 因为所谓的那个 征收的话要有结议设施在上面 那因为这块基地蛮大的 结议设施并没有布满 那所以说未来如果说要采取征收的可能性 是有点问题 所以说可能不会走征收这个方式 那这边只是说初步的大概回应 大概是这样子 那至于就是说要开发比例有多少 一定会进行开发 这部分我讲到没有预设立场 先说明一下 大家好 我有三点想要提问一下 第一点就是说 您刚刚有说要室内查股 那我想问一下室内查股它用意为何 然后就是您是如何说查股我们室内的价格 就是如何去评估我们室内的价格 那如果说不给评估的话 那会怎样吗 然后第二点就是如果 如果说土地被征收后 那土地所有权人 有没有可能再收回土地 虽然您是说土地征收后的可能性可能不太大 那如果说是真的有这样子的问题的话 第三点就是说 一土地征收条例施行弃者第十条规定 应至少举行两次的 两次以上的公听会嘛 对不对 那我们是希望说能够说 在建架报告以后再举行公听会 因为它这样才会有更具体的数据的说明 因为它那时候建架报告出来之后 我们才会知道说 我们到底我们的价值 还有就是到底我们有可能会 被就是征收的价格 应该会比较就是会比较接近 呃 我们想要知道 对 会比较接近我们想要知道 对对对 会比较 每个人让我们大家都知道 对对对 比较清楚 对对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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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呃 三个部分我大概回答一下 就是说 我们要进行所谓的那个地征的茶菇 它的用意是这样 就是说 因为大概以这个区域来讲的话 建物的部分大概都是属于合法建物 大部分 那当然就是说建物团本里面都有记载 就是说各位建筑的面积 那只是说依照台北市的那个地上的一个 茶菇办法的规定 喔 建物有分 呃三个等级 有分上中下 那它有不同的指标 就是说 你符合拿几个指标以后 呃应该是中级 什么指标是上级 那单单价不一样 那假如说没有办法到各位府上去进行 就是说 内部装潢的一些 呃 做判断的依据的话 喔 那我们当然就是说 公安地方可能会用比较保守的一个 呃 茶菇的一个 因为如果没有进去的话 不晓得内部的一个 装潢的结构嘛 那如果说我们用下级来进行茶菇的话 会影响到各位屋主的权益啊 那大概其实就是说 茶菇部分 而且就是说到底 呃 是不是私人的面积跟登记面积是完全一致 齁 那你要去做一个 实际的 查顾以后才能够确定 所以说 还是要进行到内部的进行茶菇的话 才能够使 地商务的那个部长的金额 比较准确一点 那第二就是说 依照土地征收条例的规定 喔 确实如果说未来有种征收的话 是有可以按原价买回的这个机制 齁 那这部分有 依照条例的规定是有 那这部分也是 做个回应 第三个部分是 齁 就说市价的市价这个部分 喔 价格的部分 那第三个公司会 第三个公司会 没有 大概我们在 刚刚讲就是说 这个市价协议会这个部分 齁 大概会把 茶菇丸的这个市价 就是说 每个地主可以的价格 一定会让各位知道 一定会让各位知道 当然就是说 每个人的标准可能不一样 就是说 我们会把我们就是说 市价茶菇 我刚刚讲说 有六套的一个报告书 会选择一个种子最高的 跟各位地主做个协议 那在这个阶段的时候 大概 每一户就是说 土地的价值多少钱 还有建物多少钱 如果经过我们茶库以后 会充分的让每个屋主 跟地主了解 那当然就是说 大家比较关心就是说 参加联合开发的比率 那在那个阶段 当然就是说 还有很多变数 那我们在那个阶段 会尽量 那每个知道 就是说 未来参加开发的话 大概一瓶换多少钱 因为这东西 建商没有进来说 如果真的不是百分之百 就说尽量大家知道说 是不是可以搭到一瓶 換一瓶 以及加个停车位 我们大概在 年底或明年做的那个 架构协议会里面 这三个资料 会尽量充分的提供给 最起码市价 第三部分一定会给大家知道 这个部分大概是这样子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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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裡是不是有什麼樣的一個關聯性 那個第35月裡面的第三點 所謂的基地授製學院相關授施 以土地開發方式辦理 那麼原土地所有權人申請已開發以後 公由不動產抵付原學議架構土地架管轄 未來仍可搬回興建大樓機制 減輕對原地主的說明 這部分裡面是不是請主席再做 進一步說明這是什麼意思我們還是看不懂 第四點就是說工程方面的問題 我們在福德街跟林口街交叉路口 我們松山山子校門口那個地方 在一個輪行道上面 原來有一個所謂的綠帶 這個綠帶上面原來是有那個 租了那個三顆室 那麼現在室已經移植已經砍掉了 在那個綠帶上面原來埋塑的有兩個隨身點 那個現在都已經變動很大 這兩個隨身點它那個高度變動的幅度的情形 不知道我們決運工程局內部知不知道 有沒有通知以正式公文通知給我們這個埋塑的一個機關 我有時候會把它瞭解一下 這個隨身點埋塑的機關 是我們經濟部水智慧 那麼現在是水智慧 是什麼機關的名字 我現在我不清楚了 那我想這個隨身點的一個 一個埋塑的高層變動 對於工程的一個 將來一個授施相當的一個重要 那麼對於不僅是台北市政府 相關單位 新公司 養公司 未公司 以及捷運局內部的這個相關單位 裡面都相當重要 甚至於捷運局內部 現在正在規劃的 我們亞新工程部門不知道 知不知道這一種一個變動的一個情形 我想這個高層假如說 我沒有把它查清楚 將來我們這個高層 很多的工程授施都是接不起來的 甚至於我們水會排不出去的一個情形 這一部分你們 希望我們這個捷運局能夠特別注意 希望能夠用正式公文 能夠來含支我們經濟部水智慧 不僅是經濟部 讓他們相關單位能夠了解 以上 幾點意見提供長稿 謝謝 謝謝這位先生 那我想想說 第一個就是那個 那個液化檢視區 那我們 喔 亞新這邊嘛 還有就是說 剛剛提到第四個水準點 不曉得說 知道這個情況 沒關係 我在想說第一點先 先 呃 葉前去先做說明 好 好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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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這位 就是這位先生 提到說就是有關台北市 那個液化呢 檢視人區 就紅通通的一片 那這個是指 我們台北市比較偏紗性土的一個地層 那是比較靠近河邊的 那我們這邊的地層呢 鑽探資料顯示呢 這邊都是黏土層 那基本上 黏土層它的液化檢視能是相當低 也就是說呢 這邊呢 對於這個液化的疑慮呢 是比較沒有的 因為這邊地層呢 它鑽探出來的一個成果 它是黏土拿幾點層這樣子 那所以說 對於這個液化的人的問題 就比較不用擔心這樣子 所以顧問裡面恐怕 我們檢視集裡面還是要非常慎重 我們尤其是我們工程顧問公司 對這部分裡面也要特別損失 你們來注意 沒關係 這部分我在想說 我們會後 可能現場沒辦法說得很清楚 我們會後會用書面的 再把它詳細的東西再做說明 那第二個 房地合一稅開發是不清楚的 那因為說真的 我本身對這部分沒有研究 這我要真的說明 那我在想說 我們回去 我們針對這部分 我們大概還是用書面的來做說明好了 因為確實對這個議題沒有深度的研究 很抱歉 那第三個 剛剛提到就是說 第三點 本基地設置捷運相關設施 以土地開發方式辦理 原土地所有權能 申請以開發後工業不斷產抵付 協議架構土地款者 未來能可搬回 新建大樓驅住 減輕對地主制影響 就是我們剛講說 就是說這個是參加聯合開發的話 當然就是說 一定有一個所謂的開發期間 當然就是說可能各位地主一定是要搬出 這個基地讓我們進行這個開發的作業 那如果說參加開發的兩項 就是說 選擇未來用土地價格去抵付這個 開發後的樓地版面積的人的話 就開發完以後 還是可以搬到 然後搬回來這塊地 意思是這個樣子 還可以搬回來這個 開發後的大樓居住 我們這一段寫的意思是這樣子 就是說 如果不領取土地的價款 然後選擇就是說參加開發 未來在大樓完工後 可以搬回這個完工大樓來居住 減少對地主的影響 我們的意思這樣子可能 不曉得這樣表達有沒有清楚 還是講不清楚 那可能就會照顧解 就是說我們可能是參加開發以後 未來選擇參加開發的話 就可以搬回這棟開發後的大樓來居住 會減輕對地主的影響 這段意思是這個樣子 那另外第四點 那個隨尊點這部分 我們清楚嗎 那這部分我們回去再查 因為路數已經移植走了 大概有兩個隨尊點這部分 我們可能會去再了解一下 這個部分也會用書面 然後會不會在紀錄裡面 會做個詳細的說明 意思就是說 我們這個隨尊點有變動 我們政府機關有責任 以正式公函 通知給扣相關機關 同時也要正式公函 函指給原來馬醫社的這個機關 這樣子讓我們各個工程單位 工程機關 將來在使用的時候 才不會造成困擾 也不會造成這樣子 將來工程高層沒有辦法選擇的情形 謝謝 謝謝先生的建議 那大概我們會列入紀錄 然後會把我們目前 不然請你會用書面再做更詳一些說明 抱歉 因為我們沒有這個資料 對不起 不曉得說各位地主 或者說關係權利人有沒有什麼樣的意見 要表達的 那當然我這邊也是還是在拜託各位地主跟屋主 就是說大概我們 下個月開始會進行所謂的拆遷公告 那公告以後大概也會進行 也就是說美戶的那個地商戶的茶谷通知 那就是麻煩就是說 也是配合我們的作業 讓我們了解就是說 每個的那個登記的面積 接吻的面積 跟那個市場戶的面積有沒有一致等等 然後讓我們可以做地商戶補償費的一個茶谷的依據 那也是先拜託各位屋主跟地主 然後配合我們的作業 這邊還是要麻煩各位 大家配合一下 謝謝謝謝 那不曉得說 除了就是說 大概跟這些業務相關以外 不曉得說 針對我們這個基地的開發等等 有沒有什麼需要提供建議的 就是說 這種工程是蠻難等的 就是說大家可以 專門交換意見 而且每個人提出來的一些陳述意見 我們都會列入紀錄 而且也會去最終辦理 那不曉得說 各位還有沒有什麼樣的意見 想要提出來的 旅長還有沒有什麼要給我們做指導的嗎 沒有 我們這裡還有很多專家的 他們都不 他們還不出聲音 因為這裡還有一個 有皇家的地主還沒有來 所以說 我們也不敢說講什麼 因為他都 我跟他們講 他聽聽就走 他不跟你回應 所以說我不敢講什麼東西 他有多 他有好幾 好幾 大概有 無佑無佑 那邊的新聞在想說 我們到今年底 或明年初 大概會把 市價茶菇的一個金額 還有地商的一個補償金額 還有權益的部分 會跟各位地主 來做一個 我這邊再補充一下 剛才講就是說以後如果連開規劃的時候 其實我們比較希望 雖然捷運設施納入到連開裡面 是可以增進獎勵面積 但是其實這個是還有二分之一是歸於捷運局 所以地主大概只有二分之一 那相對來說 你增加捷運面積會 擴大整個建築物的量體 那相對來說造價也會增加 燈價也會增加 那對地主來說以後換回來的頻數是減少的 所以這相對一來一回來說 不見得是對地主有利 所以這個部分可能也要請捷運局 再通談考量一下 因為當然 獎勵面積對地主有利 但是只有二分之一 但是增加造價值後對地主不利 這是一來一往 因為你地下三層 跟地下兩層 其實單位造價是不一樣的 那你在換算 單位回算說 分回了面積的時候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部分可能也請捷運局 同盤考量 這個是地主的權利 謝謝 可以幫助他做的說明一下 不好意思 那個地主 因為大家現在一直在講說 那個捷運設施 或者是捷運通風景 我覺得 我們這個 都有DDC 雅興在這裡 該是多少符合規範 該要設的通風景 多的大小 都會符合規範這邊來做設計 如果我們做太大 那事實上是浪費 我們也不願意造成說 地主這整個基地 這個說太浪費這種情形 放心好了 因為現在地主又有要求說 那時候你們有講說 希望能夠達到一坪換一坪的這個 然後還有車位的這個訴求 我們也有講過 R03這塊基地 形狀是比較特殊 所以事實上 在設計上 是有些東西要突破的 那通風景要設計進去 前面設施出入口 是一定要進去的 這個通風景也是在當初 杜具畫都已經放進去 是要擺的 所以我們有聽到 地主有告訴我們 通風景的位置 事實上是盡量希望排風 是可以對後面8公尺這個道路 這個意見其實我們也 尤其我們後面的 西部設計顧問公司 要把它考量進去 所以我是覺得 每個地主都可以表達 你們的意見 可是這個案子就像我說的 又要有捷運的獎勵 又要有都市計畫的獎勵 然後又希望地主 能夠分到一坪換一坪 再加一個車位 然後其實事實上 是有一大堆的這個規範 設計的考量 好就像剛剛地主有講 見到成本 然後獎勵 當然都希望幫地主 爭取到最多 可是就我公務員來講 我希望爭取的是 就像我說的 每個人都能滿足 當然是大家都能夠滿足 我們這個案子就會成了 對不對 當然是這樣啦 那希望能夠達到 每個地主的需求 可是我是覺得 我們是朝這個目標 大家在努力 你們的聲音 你們的反應 我們都聽到了 其實講真的 一個地就是這麼大 病就是這麼多 難免都有一些 要取 就是捨 就是要有些 做一些評估啦 那當然我還是希望說 這個案子 從多久到現在啦 也已經快三年多了 那地主在這邊 我也是一直講 有人同意 有人反對 這個很難 這個一定都有 每個基地 你說要百分之百 那真正很難的啦 可是我還是覺得 大家地主在這裡 在對這個土地 是有感情的 來這邊居住這麼久了 藉著這個機會 我是覺得這是一個機會 那如果這個案子能成 我必須要講 真的 我們也是樹立了一個 新東延尾端 一個很好的一個建築物 蓋起來 我是覺得 大家要期待那個願景啦 因為畢竟就這樣 就像我們大家一直講的 你們又在講說 易化區 有人講易化區 有人又在講 欸地震 其實 既然大家都知道 大家的房子都老了 藉著這個機會 把它蓋起來 我會覺得啦 難免 有些人會有一些小犧牲 可是大家要看的是什麼 我一直在講 你們大家如果一直在講 這個評述 我就我個人 這裡也有顧架師 這裡也有顧架師 那大家也都去外面 做過都更 價值 還有你以後未來的價值 這才是大家 我是覺得大家要期待的啦 我一直覺得說 大家真的是要為這個案子好了 好不好 那你們盡量 就像你們說的 建造成本要顧 通風景位置 大小 這個 我們 都會幫顧地主 只要地主你這邊 其實你不用講 我們也知道 我們講實在話 捷運幹那麼大 到時候沒有用 那不是也是浪費嗎 那人家第一個不挑戰我們啦 也是挑戰我們捷運局啦 所以 我是覺得 今天下雨天 大家難得 每個地步都來這邊 我還是希望說 大家把這個心胸 要 要希望這個案子能成啦 畢竟三千多平方公尺 如果能成了 真的大家 真的要很高興啦 齁 那像我家 我一直講嘛 大家都認識我嘛 我家都更不成啦 齁 我家哪裡 光復南路 齁 我們家沒成 所以我一直在講 因為我沒有進行獎勵 可是我真的覺得說 這個就是 以上的意見 給大家參考 我也很謝謝 大家今天來齁 來參加這個會議啦 那外面下雨 如果大家 我不知道說 還沒有什麼問題啦 有問題 其實不是說 今天一定要在那邊講 你們也可以用書面 提供給我們 我們也會盡量的 回答你們 好不好 那謝謝大家啦 謝謝 這地方就是說 有這種開發契機 應該是我想說 大家都樂觀其成啦 那等於是說 可能有部分也要做一些 大家互相配合的話 我們希望說 這個開發基地能夠 開發完整 那我想說 如果說各位地主 沒有別的意見的話 那我想說 我們今天公廷會 第二次公廷開到這邊 那大概會議紀錄齁 大概會在一個月內 寄送給各位 會把各位今天 陳述的意見 不管是說現場說的 或者說 用那個書面陳述 我們都會回答 那大概 未來就是說 我們趕快進行 就是說 後續的作業 應該會在 12月份跟明年1月初 會召開架構的協議會 那到時候就是說 所有的試駕 等等這樣就會 很清楚 大概給各位知道 就是說 這些相關的訊息 那還是謝謝 就是說在這個下雨天當中 各位地主 參加我們的公廷會 還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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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